这是广州的一个小区 小区里一只叫做小宝的猫被人虐待 救助人把小宝和他的伙伴小白 送到一百公里以外的人家收养 两个孩子第二天就跑丢了 就在西柱帮忙找猫的时候 一个粉丝小猪留言说 我就住那个小区 小白跟我最好 他几次过来找 最终 小宝跟着救助人回家 小白还是没找到 我们以为小猪只是遗憾地回去 没想到 他改变了小区流浪猫的命运 我原来一开始喂小白那个时候 想法就很简单了 我就以为 因为流浪猫饿了 就开始给他找吃了 然后到西柱那里通过沟通 他才知道原来猫做绝育它是必要的 平常喂流浪猫的过程中有时候会碰面 刚好母亲业主也在逗猫玩 他也在喂流浪猫他们就会有交流 要绝育这个想法 你可以进来这个群那样去讨论一下 以后怎么要更好去帮助流浪猫 然后就拉了一个群 那个群现在11个人吧 有一些的话不是我带进来 其他那个业主拉进来的 还有其中一个是 我们有一个那个街猫屋 然后我就从那个街猫屋里面 也许加了一个 他刚好是街猫屋 申请的那个人 这个过程中应该还遇到一个比较关键的一段 有一天的话 我一天晚上可能大概七点来钟左右 就碰到了一位小区里面的一个 11岁的小妹妹告诉我 说有一次那个小奶猫被别领养走了 当时是第二只小奶猫 就是狮子里面就第二只被领养走 隔了一段时间就某一天的下午 我就在喂那个小奶猫的时候 就刚好了碰到了 这个人在那逗的 剩下那两只小奶猫在那玩 他说他是隔地小区的 因为他跟我说他是 就做老猫超过十年了 他就说他长期去合作的那个宠物医院 就在我们家附近 费用就是供猫就一百块 然后我猫就一百五十块 这个我就习俗之间跟我说 那个价格就一样 年初现在是年初八左右 我跟他就认识了 然后我们就过了元宵好像一天吧 然后就开始我们就开始去换猫 然后去做绝育 第一次我们是抓了两只公猫 一只母猫 没错 到现在的话已经两次 每次是三只 这六只里面其中有一只 就那个口言的那个猫猫 我还没做绝育 上星期二的小宝猫就把两只公猫 先接回来 接回来就返回了 感觉挺好 其中有一只公猫的话 就是一只老猫猫了 可能是小宝爸爸 我不确定了 因为他以前就那个胖虎虎的 所以我以前给他取名叫做 第二只公猫的话就叫黑仔 他们的那个绝育的费用 是不是就是在群里面筹集的 对 筹集的 前几天那个周六把小宝妈接回来 然后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接到小宝妈给我打微信通话 他就说我那一栋有一个住户 我把电话给他们误言 说有只猫被困在了天台那个位置 然后我就跟他一抱就上去就看 就在那个三十楼天台 然后就开始想办法 就开始找西数了 找我们隔壁小区那个 就带领我们去做绝育猫猫猫的那个人 所以他就大概五点多的时候 就带着那个游不龙过来 我们当时就看到那个猫猫 确实对人很倾替 那个猫猫跑到那个平台的侧边的那个边缘 就已经把那个头弹了出去 真的是我还看着好危险 然后我们就放了幼不龙在那 就让对面的那户住户的 就定时看一下 隔了一个小时左右 他就微信告诉我 那个猫猫进去里面有一对夫妇 那他们有空 我就跟他们一块去把那个猫猫救了下来 反正就直接送去医院 状况还好 他应该是蛮久 因为对面的那个住户 就是跟我说 应该是到三到四天前 就已经听到有猫叫 因为他住三十楼 他一开始以为 是楼下的流浪猫的那个叫声传上来 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刚在讨论这个猫猫 说怎么那只好像好漂亮的小猫猫的 不见了好几天就问 问大家有没有见到 大家都说 自己喂猫的时候都没看到这只猫 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然后他就被困在天台 这个口言的猫猫是我们旁边小区的 过来吃东西 阿田发现这个猫猫吃东西的样子 就不太对劲 当时是阿田已经到了我们小区 然后小宝妈再配合 要去抓这个猫猫 接着抓了两三次 然后都被场攻 这个猫猫就逃跑了 然后结果我下去的时候 他又从隔壁小区过来找吃了 我就摸这个猫在那玩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直接失败了 他们说这个猫就要给你摸 我说对了 阿田就把那个袋子就拿过来 然后就把它给抓了 就很顺利 他的口言已经不光是到牙营 严正就去到了欧龙 活下去的话 就比最好的那个方案 就肯定是体检 确认它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的话 帮它做全口拔牙 我觉得第三个猫猫 可以重点说一下 因为第三只猫 它是小宝的爸爸 之前那只猫猫的 我们还以为它冰痒痒的 我都以为它是不是活不久了 然后它应该是又怀孕了 那个时候 我之前跟你说的 那个四只小奶猫出生了 就被别人领养了两只嘛 那一物就它生出来了 就它生了 所以那四只小奶猫 是小宝的弟弟妹妹 应该是至少是隔了两个人的 弟弟妹妹 之前有一物应该也是它的 就是现在跟西树 我在那联系 就是想收养那只长毛的 那个猫猫 有位邻居跟这只长毛猫 感情很好 但它没养过猫 有无数的疑问 小株立刻又建了个群 请西树帮忙解答 所有问题 结果第二天 长毛猫就被它抱进家里了 我去过一次它们的小区 我发现它们小区的环境是挺好的 然后它们的业主对猫猫很友好 小区里面的猫猫它是比较亲人的 所以它们现在这么快地去开始行动 去保护它们 就首先它们是做绝语 那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我有太多这样子的案例 就是微博上面或者是其他的平台 那些粉丝跟我讲的 它们也很喜欢那个小区里面的猫猫 然后也很亲人 可是它们 但是可能业主没有配合 然后被抓走了 那是很巨大的煽痛 你知道被抓走 它就是已经四块钱卖掉 那你可以想象那些猫的命运是怎么样 但是它们现在这么做了 就很大程度可以避免这件事情 它不是没有这个力量 大家其实可以的 因为一定不止一个业主 它会喜欢猫猫 然后想要去保护它们 可是它自己一个人 它们可能没有跟其他的业主有过沟通 大家互相配合 可能它就觉得这件事情很难 你没有做绝语 它就是越来越多 你越到后面你就越觉得很难 小猪同意 它们这次行动这么快 妙就妙在什么 就小猪它把大家组织起来 一说组织起来 好像听起来好像很难 对很难很大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它就是建了一个群 而且小猪很厉害 它很会跟人家聊天 它是射牛 没有 平常看不出来 平常看不出来的 就以为它默默的 它不太说话的 以为它是一个内向的人 对 但是它会开口去跟人家谈 对对对对 然后慢慢慢慢的 它知道说这个人也是支持 要给猫猫做绝育的 对对对 然后它就会拉它进群 对很棒 这很了不起 你想想看小猪当时在我们这边找小白的时候 它几乎把我们这边每个邻居都问了一遍 对